财政部长王瑞杰今天下午三点半将会发表财政预算案声明 除了协助企业深化技能、人口老龄化、医疗、护理和教育 预料也将是预算案关注的重点 这将是王瑞杰自2015年接任财长以来 第四次在国会发表财政预算案声明 预计重点包括协助工友在经济转型中学习新技能 为企业创造增长机会和为国人建立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 一般相信财长将公布更多如何让员工掌握新技能的细节 让他们继续享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工资 从而协助企业善用新科技来提高竞争力以维持竞争优势 今年财政预算案的内容预料也将涵盖国防和保安 以及更多有关我国纪念开布200周年的详情 公众可以通过亚洲新闻台以及八世界的网站 观看现场直播 他们也可以通过新传媒电台938Now收听直播 或者是到预算案的官方网站去观看直播的视频 感谢观看